我们接下来继续来观看一下 你看一下刚刚做的这个指令 其实不是很困难 而且你从这几个英文单词的组合 来借我一下画面 你看是不是就可以看出来 remove在这边 对不对 好 我们接下来要继续来看这个空子 黑黑的就是空子 他现在是说这个区域别里面的空白 有70个 就是1000格里面有70个空白 所以他也提供移除空白的功能 可是你至少要先知道空白能不能移除 所以我们先看一下 这边 你知道为什么他会有这一个空白吗 因为我们通常在一个资料表的最下面会写说明 请问你说明会不会分很多格来写 不会就写在第一格 所以他这边就没有空白 这样可以理解这个空白是怎么来的 所以空白是可以移除的 所以他的空白这边也是空白 请问 请问这一格 跟这一格一不一样 请问你文字的空白跟数字的空白 差在什么地方 电脑他就是觉得他不一样 文字的空白没有呈现 数值的空白是Nur 对吧 他就是不一样 然后我们你在这个村里树这边 村里树这边 然后游标移到这个黑黑的 然后点移除空白 是不是全部都变成绿色了 对吧 好拉到右边去 请问资料清理做完了吗 还没有 还没有 来 请问移除空白 我说错误空白 现在我要再讲衍生资料的清楚